德国和保加利亚都把有缺陷的武器提供给了乌克兰 这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另外这似乎又和所谓的冲突疲劳症挂上了沟 现在很多人都说西方的国家耐心比俄乌冲突结束的还要更快 您怎么看 其实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其实它有一个原则 就是首先它要以本国的安全为优先 我们知道在有一段时间 当欧洲国家大量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时候 不时的会有一种生意 就是说要求欧洲国家也要 首先要确保自身的库存 再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轻库存 我们看看欧洲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 大部分都是一些成就过时 甚至淘汰的武器装备 我们看到早期还提供大量的所谓的舒适和俄适装备 到了后来即便你比如说德国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 但是也是从最老旧的豹斯坦克开始 而真正先进的豹尔坦克 实际上提供的数量并不多 但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实际上是以此要换取 它自己的武器的更新 比如我们看到用更新的坦克来淘汰掉旧坦克 同时用美国的F-35或者其他的飞机来淘汰它目前的苦涩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我想其实现在欧洲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 如果想要在确保自身安全和支持乌克兰之间找平衡的话 这个平衡已经越来越难以把握 嗯